哈囉 大家好 我是蓋依 今天我們三間客呢 來到板橋的浪極光 要來挑戰室內衝浪 騎出來三間客 啊現在幾點嘛 阿公怎麼會來 你說庚陶阿公嗎 庚陶啊 欸他那個妹子耶 哦 不是啊 為什麼你會穿比基尼來 你們不知道嗎 這裡穿什麼紅色比基尼 是有打結的嗎 那你裡面穿什麼 欸不是 你要穿這樣子衝浪喔 那你今天一整天都要穿這樣喔 當然 我等一下衝浪就這樣 好 我們請到浪子優老闆來問一下 真的穿紅色比基尼來 還要打折嗎 沒有就是我們 什麼沒有 你不要打 什麼沒有 我們這個月的25號 在這邊有個比基尼的Party 所以那天女生穿比基尼來就 只要六百塊就好了 男生當天的價錢是一千兩百八 是 那如果這麼漂亮的男生穿比基尼來的話 就是兩千兩百八的 好 衝浪了衝浪了 有果然 我們可以 除了 水那麼強 你知道嗎 你不要 你不要 會不會被衝在上面去 會不會被衝到上面去 有果然 小鹽 哈哈 手上門輪流進行了衝浪的第一階段 趴板技巧 將重心放到最低 感受浪打在板子上的感覺 浪花衝擊的過程中 只要一點點的重心偏移 就會連動改變前進的方向 想要往前就必須雙腳併容壓低頭部 反之我們可以利用張開的雙腳 造成水準向後移動 Miles是我們裡面唯一衝過浪的 看得出想要操作 但看不懂想要操作什麼 波波則是向我們展示了 成年男子該有的定例 那我這邊想用手部控制 卻還是被浪帶到旁邊 還得靠教練推回去 接著我們進入了拋接浪板的階段 模擬逃脫後的技巧 這個階段大家可以說是表現的可圈可點 所有人都順利完成 緊接著給大家來點趴板的花式動作 掌握好重心快速的翻轉一圈 如果轉的不夠快不夠流暢 就會被浪帶上去 接著來到櫃板的訓練 從趴板的姿勢到櫃坐在浪板上的這個過程 有點類似衝浪的起乘動作 櫃坐的過程當中加入核心的應用 那麼劍客們能否順利提升呢 那我說教練啦 教學就教學 非得請我們喝水嗎 那我這邊還你一口 比上網來一下 看來我平常的核心訓練 要在這裡開上用場了 看我靈活的控制著 算了 但我沒說 這一段大家可以好好地看一下 要是即將為大家示範什麼叫做 用臉煞車 那邊開上用場了 波波不知道是第三條腿太速還是怎樣 遲遲無法順利的跪拳 曼爾斯則是很快抓到發力點的靈活要求 緊接著就馬上為大家帶來 花式跳板 而我則是來一個更進階的 櫃板跳加一個背轉 怎樣 夠華麗吧 要是更強 櫃板跳直接加入一個前滾班的元素 哇 這麼有想法的嗎 誰會趴 誰會跪 最後呢 是該站起來了 見客 最一開始教練會先用一條繩子輔助平衡 可以感受到從上至到下肢 需要五十一刻去做的穩定 一步流神一個地方鬆懈以後 那麼下一秒就是 或是浪板直接奔飛出去 正當我還在猶豫要不要放手的時候呢 左手是製作主張的放開了 那我就這樣成功的站在板上 哇 原來這隻是衝浪的爽感啊 果然最後還是沒讓大家失望 我一直在注意鑰匙那個很有想法的右手 一個重心太過靠前呢 就會像這樣 往前倒 看著波波驚恐的臉我就知道 他肯定不會讓我們失望了 我們一起倒數 3 2 1 欸 成功了 波波成功 這... 大家抱歉啊 還是讓大家失望了 來了 唯一衝過讓人男人會給我們帶來什麼表演了 好吧 至少是一個有趣的畫面 在大家輪流經歷一點串的洗澡活動 從不斷的跌倒中呢慢慢去掌握重心的轉移 隨著站在浪板上的時間越來越長 我們對於衝浪的好感度呢 也如滔滔江水般不斷演出 那麼究竟能否完成今天的挑戰 站在浪板上開出帥招呢 就讓我們看下去 到 Chat com 到 Awards 到此不下 到達大 都被我的動作 第一齈 振網 ちょ 到達 大家玩得看起來蠻開心的喔 但是玩了那麼久 大家有記得今天最終目的是什麼嗎 在你來開摔照 開摔照 我們其實只要今天一個下午 只要有0.5秒的那個瞬間 就說OK了 我們回去再回圖一下 看一下我們今天 到底我們還是不是摔照 還是都是摔照的照片 摔照 今天我們第一次可以這樣 都有放手去站 所以真的都算蠻厲害的 我想問一下教練就是 我們剛剛四位有沒有 其實問題最大在哪 就是哪邊調整一下可能會更好 重心可能會抓不太到 所以你們有時候歪掉了 你們重心會越來越往前 這樣就很容易會跌倒 然後最後跟大家推薦一下 其實浪吉光它在板橋 新北市的板橋 它算是北部閉丸的一個景點 它是講真的 我來這邊玩 我本來就很期待 但是我來玩的時候我發現 有想的還要好玩 對 有玩就有玩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他不會 欸 對對對 他不會很 他不會 會到一直玩 一直玩 他不會到玩 對 他不會 他也不會很熱 太快熱 他很兩塊 他教練又會教 對啊 如果中南部或是北部的朋友 就有興趣對這種水上設施 尤其是你想要玩蟲浪 但是不太敢去海邊 或是還沒有接觸過 覺得怕危險啊 怕不可控的因素太多 就是很推薦大家 來讓浪吉光這邊 室內衝浪 一起來玩一下 好那 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你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SKY 我們下次見 Bye Bye